这个话题要带你来看国业名厨阿基斯 他现在跳槽了 他离开维多利亚酒店 现在成为福荣饭店的一份子 高升了饭店CEO 当然同时他的薪水也升级了 他回忆当初在国宾饭店 就算当主厨 其实每个月薪水也只有三万块 而阿基斯他凭着好厨艺 打开了知名度 现在他月入了150万 翻了50倍 但是生活他照样很节省 每个月花不到3000块钱 都刚好适合我的长度很短 戴上厨师帽 再从美食评论家手上接过鲜花 阿基斯正式加入新东家 身价和厨艺一样 不同凡相 你都要给我嗨 有没有这么多 还是已经八位数了 现在这个时段国税局都在看 换钱就是养女人嘛 养妈妈养太太养女儿养外劳 都是女人 大厨口风紧得很 因为长厨43年 每分钱赚得辛苦 早期在国际饭店担任行政主厨 月薪不到三万块 维多利亚酒店时期打出知名度 手上五档广告三档节目 外加出书 每个月进账六十万 现在又被本土连锁饭店挖角 收入再翻两倍 七位数一百五十万 我跟你们讲啦 我一个月花三千块钱不到的零用金 就这个样子而已 省吃俭用 真的 为了今天各位好朋友的到来 昨天稍微修饰门面一下 花了两百五十块 心里面疼得不得了 和国冰饭店比起来 薪水翻了五十倍 简单生活始终如一 国厨跳槽还是坚持 只挥霍料理美食的创意和心意 中间新闻 翁起冰饭心于台北 采访报道